哈喽,我是仍娃 前几天做了手工冰法,特别的成功 我朋友都调侃说,由这技能都能出去摆摊了 然后我就又买了干的仙草回来 决定在家试一试仙草洞 看能不能再丰富一下摆摊的种类呀 干的仙草150克,剪成小段 我这个买回来就是剪过的,基本不需要再动手了 先用清水洗去表面的灰尘 洗浸后转到大一点的锅里 再加3000毫升清水 5克食用碱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40分钟 这个时间再来做一份快手板的凉法 水烧开以后加入100克白凉粉 慢慢夹快速搅拌 锅里的水量大约是2500毫升 看不到粉末以后,倒入盒子里静置两个小时 煮好了仙草水过滤到处 另取60克焦玉粉 搅拌完水 一定要搅拌均匀以后,倒入仙草水中 慢慢倒,快速搅 这时候水的颜色变成了深咖啡色 迅速倒回锅中开始煮 边煮边搅拌 煮到仙草水完全发黑以后再关火 然后倒入盒子里冷却成型 白凉粉比仙草冻要容易也更快的成型 非常的柔软有韧性,而且不容易碎 切开以后也是完整的小块 喜欢吃冰的,可以装入盘子里后放冰箱冷藏 完全凝固的仙草冻也超级的抠弹,而且超级嫩 冷藏过后的白凉粉也装入碗中 加点冷藏过的红糖水 花生碎,蔓越莓 吃起来感觉就像上次做的手工冰粉 就是嫩滑程度稍微差了点 煎草冻就不用加那么多食材了 来点牛奶和蜂蜜就非常棒了 口感更加嫩滑细腻 相比而言,我还是更偏向煎草冻 即使不添加太多的食材 口感都很绵长 柔软凉爽,香甜鲜嫩 不知道你们更偏向哪一种呢